我是泛拿鼠 我今天又講一個古阿末拼命吐槽蘋果發布會之後 又放話要送網友一支iPhone X的故事 蘋果發布會就又又又又又來啦 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請這週最夯的話題嘉賓出場 This is iPhone X 沒錯 就是在花很多錢撞修的蘋果總部裡 第一次露面的iPhone X 因為我們蘋果手機推出滿十週年了嘛 當然要搭配推出一支紀念手機囉 這個iPhone X有多調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嗎 因為我還沒講啊 WOW iPhone X的新設計真的美到不要不要的 人家也想要一個啦 大家要注意喔 這星期身邊的人可能會變得非常的暴躁 摔手機的概率可能比平常高出二三五八倍 所以請準備好錢包買新iPhone吧 什麼 已經連買Roddy的錢都沒有了 那去古阿末那裡留言碰碰運氣吧 在我的微博或臉書 對這支影片轉發加留言的 各抽一位送你 iPhone X256G一支顏色自選 但這故事要跟你說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就是你要跟10萬人爭一支手機喔 iPhone買不起 可以考慮一下 Samsung最新推出的Note 8手機 但是範疏的重點不是Note 8 而是韓國公認的素顏美女宋志孝921號要來大碼囉 阿叭叭叭叭 你好 馬來西亞各位 歡迎光臨 孫志孝 孫志孝 孫志孝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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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激動到要很三遍了 孫志孝這次來馬威Note 8推薦裡站台 想要見距離看女神風采 還是早點到Pavillion底層大廳 巧味比較好囉 在現場跟飯叔一起高喊 孫志孝 可是還有一個星期才可以看到孫志 站得好久喔 等不及韓國女神 現在看看大馬美女主播 陳韻傳美美的婚紗照好了 而平常在新聞報報看 知性形象不一樣喔 韻傳身上昏殺後 是不是超有仙氣的呢 祝生各位人氣的韻傳 一直幸福下去喔